聖明學老師 嗨 大家好 歡迎來到今天的場間速報 之選手轉隊懶人包 之姓明學老師在分析 那這一季開賽大家也有發現 很多選手轉到了不同的隊伍 那也許是在原本的隊伍裡面表現得不盡理想 或者是扛上扛的覺得夠了 那這些選手的迷惘我們都懂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請來了 一位非常厲害的姓明學老師 有請我們的喜德老師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第一位 這一季轉到閃電狼的花靈 花靈喔 你看它名字中間有個花 這未來注定是花 花 花路走起來的前途會一片光明 一片光明 那下一位是這一季轉到閃電狼的Outcast邊緣 是 邊緣嘛 對 人如其名 邊緣 好的 那我們接下來看這一季BOR的T1 也是非常有潛力的選手 很明顯的 它將來不是T0 就是T1 引領GCS的META 引領GCS的META GCS的META 果然名字就是要這樣取 謝謝老師 那接下來的話呢 是轉到HKA的CC CC原本走在中路 可以發揮得非常的好 對 你看它的名字 I就像是一條長長的路 走得順遂 不過呢 要轉凱撒路也不是不行啦 畢竟打得不好的話 斐淚跟馬洛斯 也是可以回頭打中路啦 嗯 嗯 老師這個算法 我覺得我好像也可以當心靈學老師 好 接下來轉到HKA的打達跟瓦莉 這兩位選手從同一個隊伍 再轉到另外一支同樣的隊伍 比較特別喔 想請問老師有什麼特別的看法 這兩個嘛 很有實力 名字面向也都很好 打達這個名字 想做什麼 就一定能達成 沒問題 沒問題 嗯 瓦力 也很不錯 打遊戲嘛 要靠的就是那個力量 頭腦思考的力量 手指運用的力量 還有 老師謝謝謝謝 那個分析的非常的清楚 但是因為我們節目時間有限 所以接下來的話我們就期待一下 選手的表現 那大家也可以觀察一下 老師說了到底準不準 那我們今天的場間書報就到這邊 下次見了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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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誰叫做什麼 什麼事情 那是 是的 是的 육